台海的和平穩定 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基礎 遺憾的是 近年來 北京當局日益升高 軍事恫嚇 外交打壓 貿易阻擾 以及試圖消滅中華民國台灣主權的作為 已經威脅到台海及區域和平穩定的現狀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歷經73年的共同生活與發展 已經凝聚了強大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台灣人民和朝野政黨的最大的共識 就是捍衛主權 以及我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這一點 我們沒有妥協的空間 兩岸立場的分歧 不僅是歷史的因素 更在於民主發展上的背道而辭 北京當局不要因為台灣活躍的民主體制而有所誤判 誤認台灣人民對民主自由的堅持是可以妥協的 進而試圖利用政黨之間的激烈競爭 來分化台灣社會 這樣的思維和作法 不注意兩岸關係 只會讓兩岸更行更遠 我要呼籲北京當局 兵容相見 絕對不是兩岸的選項 唯有尊重台灣人民對主權和民主自由的堅持 才是重啟兩岸良性互動的根本 我們期待 我們期待 在兩岸邊境解封之後 能夠逐步恢復 兩岸人民之間 健康有序的交流 進而紓緩台海的緊張情勢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